有二十歲的成功高中的畢業生 那台上的畢業政書 想不到說後面的中間間 向向放下來 後面的保鏡也整個蓋起來 台上的畢業生也外頭過去 把那個放 又把演套回去 但是台下的人 只能在看演唱會一樣 很開心 發不停 一直在那上 誤出到舞台旁升降的那個舞台燈的開關 不小心誤觸了 使得舞台燈下降 造成舞台燈架上的那個什麼國旗 或者是國父遺下下降 而壓到那個舞台的創始背景 這是發生在五月設施早起第一點外 當時成功高中在外東中心 保辦一百控告行李都畢業電力 本來說有五百的畢業生會來 但是那天來六百多的 可能旁邊等的人 不注意就去刺激開關 才會這樣 這樣子看起來比較傳奇一點 因為成功總是跟別人不一樣 對學生來說是有特色 比較interesting 但是對老師的話就是很難搞 如果發生了這種事情 應該大家都滿害的 前提就是每人受傷 所以就是有控制書就好 那邊說不出來 很多人都有興趣 有人說這個畢業電力 實在讓人擁心難忘 也有人說國父沒要照顧來 換來就來 可能是虛擲一張 但是學校在邊說 會把開關家又設計一下 比較不會又發生這種事 民視新聞台北報導 台灣最好看的台語新聞 MOD請收看民視新聞台